來 六角形用三角板最快的方法 這樣子畫 來 六角形齁 實際上應該可以分成兩種對不對 一種 兩種 你不要只會畫一種 啊 老師沒關係 我只會畫一種 再把它翻90度就好了 對不對 齁 其實不用 來 這兩種方法齁 先看題目 如果是直的 我就先畫垂直線 記住喔 六角形是以這個為主 這個為補 好 如果是直的 其實就是先把這兩個畫出來 這三條線 所以你注意看喔 垂直線 再來 這是60度角的線 齁 你不要去背 你說 欸 對不起 30度角啦 齁 因為你60度角畫出來的 這兩條線 你覺得像 六角形嗎 是不像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用30度 你注意看 有沒有 再搭配圓規 畫一個圓 有沒有 再把它接起來 所以六角形 其實最快的方法 是這樣子 你會說 老師 六角形有沒有分 以致一緣 跟以致一編 這邊 老師問一個國小題目好不好 請問你 六角形的編長 等於 什麼 六角形的編長等於什麼 你會說 老師你這樣沒頭沒腦 問我我怎麼會知道 有沒有 可是 你們國小有教過 六角形的 編長等於 外接圓的 斷徑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是等於這裡 有沒有 所以一樣 如果這裡三公分 這裡就是三公分啊 所以你可以看 我現在畫水平的 好 水平的 在畫的時候 你要注意 來 對不起 我是在做什麼 不對 要 這個 這個在這裡 好 先畫一條水平線 好了 之後往下移喔 現在就用六十度角了 有沒有 再翻 一樣再畫一個圓 有沒有 是不是就畫好了 知道嗎 好 來 同學畫畫看 第四十二頁 第二題